來看看今天的消息 為了要競爭這個建國百年了 中銀行要從這個十月設立開始 要請台灣銀行來公開 發授這個建國百年的紀念碑 來看看 現在建國一百年紀念碑 這裡有各國的祖書 後面面有國台民安市的倉庭的日 會有100%的所知 兩個堂空裡面有台灣跟米灰 我們總的檔案 土邊向後面來洗 我們總的文字跟檔案 能夠表現出來這是銀行的第一項 當時也有風寄激造的功能 在紀念碑上面有防偽的設計 在我們台灣還是第一次 央行已經發行20年的紀念碑 這還是第一次 我們把防偽設計 放在紀念碑上頭 建國一百年紀念碑十月好開始 在台灣銀行公開賣十二萬 東西是新台北一百塊 當時一億元 現金的新婚是千婚只九百九十九 總共是兩千塊 每人一次購買一個 為了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 雍航在一月到九月份 分別發行百年紀念碑到三開 電總辦總共有八十萬圖 因為是含量發現有收縱價達 加上收縮都在臺灣銀行 分行來現場派對 有了當時九月份發行的紀念碑 他們發到派對跟手末的經驗 所以這次雍航交代 帶人要稍先來處理拜託的問題 從這裡建國百年紀念碑之外 雍航在十年前就發現 塞德克巴來二十塊紀念碑 這裡面是控制影響 雍航有道的道上跟武士的道安 目前還在市民流通只是不普遍 這次因為電影非常的流血 雍航順沙 祝你十塊的姓爸 又拿出來的賣 記者傳播